好各位觀眾我帶你來關心啊 這個離春節越來越近了 想必大家都很想要趕緊來採買年貨吧 好那麼其實前幾天呢 迪化街的這個年貨街已經正式開跑了 現在呢在台北的世貿藝館呢 這個年貨展也將呢在十點半呢正式開展了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相當多的攤位呢 這個業者呢都在這邊呢來提前準備 就是呢要來迎接民眾呢進場來採買年貨 好那麼其實呢說到呢這個年貨展啊 跟以往呢比較不一樣的關係呢 就是因為今年防疫在升級 雖然呢在世貿藝館裡頭呢 沒有明文規定呢禁止試吃 但是呢其實業者呢還是防疫在升級 我們先來聽聽業者的最新說法 好大哥你好 幫我們說一下說因為今年呢 因為防疫的關係是不是你們防疫又在升級 有的我們這次針對防疫的部分呢 我們也一方面我們做兩個措施 一個是提供民眾這邊我們的愛心口罩 那另外一個呢是說在試吃的部分 因為這是我們為了防疫的部分 我們特別做了這個小的禮盒 我們鮑魚的部分呢我們會把湯汁跟我們切的薄片 放到這個盒子裡面 然後讓有參與活動的一些觀眾朋友 到時候旁邊因為我們旁邊就是有飲食區 到飲食區過去做試吃這樣子 我們會聽到其實業者呢他們自備這個口罩來提供給民眾 另外呢他們還就是在食材有提供了這些寶 這些盒子呢人裝了這些這個食材給民眾 來到這邊呢就是我們防疫飲食區來裡頭可以用餐 那我們究竟呢帶來帶您來看看究竟呢這個防疫飲食區長什麼樣子呢 好其實這邊呢有相當的座位啊就是給供民眾來做 像這邊呢其實有這個塑膠的隔板呢可以呢防止民眾跟民眾近距離的接觸 也就是說呢民眾呢在這個年貨展呢採買完年貨 但是呢你又非常想想要趕快來試吃的話就可以坐在這邊 那麼其實年貨呢你也可以安心吃也可以安心防疫 以上是目前我們在現場為大家掌握的最新情形